10點 今天的失通完成 最主要我們今天是在試做,大鳳高港 是四二到五七的半線工程 那12到57的換線工程一開始從導線使用到一定連線一定要更換 那今天最主要的施工內容的部分是整個導線更換完以後 今天在這個51號鐵塔再做掛線作業 掛線作業完成之後 等於現在我們要看到旁邊有那個坐乘車 坐乘車的部分就是整個導線更換完之後 我們在導線之間要裝設導線間隔器 那導線間隔器的部分就是在實體的部分 就是在這邊有裝設完之後 它可以防止導線施導體以上的導線 或防止風吹擺動不會去控制到相互的導線之間 確保我們的風變安全的部分 那等一下的部分呢 我們在他商的部分 我們現在就是現在正在安裝坐乘車的部分 那坐乘車安裝完之後 人員會進到那個坐乘車裡面 把導線間隔器架設在導線上 那整體的施工過程中 導線間隔器架設的間距呢 那是有一張設計圖子的 那設計圖子 我們會依照那個 從鐵塔到鐵塔之間 每一米多少距離的部分 要裝設一直導線間隔器 人員會用那個長度的技術之後 人員上去之後 這邊有一個煞車器的部分 到的時候 它會直接煞車停在那個鐵 裝設導線間隔器 那今天最主要的作業的部分呢 從五一到五二 等一下的部分呢 會從五一到五二 跨越國道三二的部分 裝設導線間隔器 那等一下的部分呢 我們在實質上 裝設導線間隔器的部分 我們再做一個說明